把那个林莲老师设为 我看就是 不用啊 不用把我设为什么 不用我已经开始录音了 不用把我设为任何东西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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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开始吧 大家好 谢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听这个直播 开始今天的直播之前呢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亲子教育平台 今天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 我和文青开始在家上班 有比较多的共用时间 因此呢我们想着利用这些时间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都是教育专业出身的 都是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呢 我们都遇到过很多的问题 而且这些学生的问题呢 其实在根本上都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因此我们创办了这个公用直播平台 也和我们学到的教育理念 和一些育儿经验和大家分享 另外呢 我们也经常邀请优秀的育儿专家 学者 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以及优秀的家长 给我们分享经验 我们的使命是 根植世界最坚信的育儿理念 致力于给每一个家长提供 现实有效的育儿方法 让每一个孩子在良好的亲子环境中 开启他的世界大门 下面呢 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今天呢非常有幸 邀请到了明年老师 他呢不但自己非常优秀卓越 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就 有近百项的改革发明和创新 其中30项呢 是被美国专利局批准的专利 也因此获得了著名的 贝尔实验室的优秀发明者称号 虽然他事业成功 但是他的孩子的教育 他是一向一样没有落下的 他的两个小孩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 那他是如何做到 鱼与雄长接得的呢 相信他经历了 会实施在在带的帮助到大家 本来今天的直播呢 是安排在8月份的 但是自从 他每天都给我发一个新版本 真的有眼镜音 可以可以 就是确认直播日期后呢 本来是8月号 7月确认好日期之后呢 他每天都给我发一个新版本 我觉得他太辛苦 就是每天天长挂渡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直播安排在了新天 他说大家拿出时间来听直播 一定要让大家有收获 我非常感动 感动于他这份严谨负责的态度 希望大家呢 今天也耐心的倾听 大家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下面我们把宝贵的时间 交给林老师 欢迎林老师给我们传亲送宝 欢迎欢迎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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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也很感谢主持人的邀请 我认识福音已经蛮久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热心 善良又很努力的孩子 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当他跟我说 他在做一个孩子教育的公益频道 问我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培养小孩的经验 我就毫不犹豫的答应他了 当然理所当然 是肯定要支持他的 我觉得大家真的非常的幸运 无音和文静 创造了这样好的一个教育孩子的平台 让大家可以很轻松的方便的互相学习和交流 我记得我小孩小的时候 我也是一直在到处取经 我甚至记得有一次 那个时候我还在怀孕 有一次听到一个朋友的朋友说 小孩进了什么好学校 我就让这个朋友去跟他请教 很多同事取笑我说 你急什么呀 你的小孩都还没出生了 但是我觉得那些成功的父母 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 我就不想错过任何好的经验 因为我觉得只有多学习了 我才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少走很多的弯路 把自己的小孩培养好 那么今天我就本着 让大家少走弯路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所走过的路程 也为大家培养优秀的小孩子 助上一臂之力 那么我的两个小孩呢 都是在美国出生 大的是南韩 大学在耶鲁学的是经济 在大公司工作了几年以后 自己创业非常成功 2018年呢 获得过福布斯杂志 30 under 30就是全亚洲 30岁以下最有前景的 创业家的这样一个很高的荣誉 那小的是女孩 去年呢在西北大学 全额奖学金 读了读完了MBA 现在呢在大公司做企业规划 我很为我的两个小孩子 自豪和骄傲 我也的确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心血 但是我认为我做的最对的事 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花了很多的心思和时间 这个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那就是要把火箭送上这个轨道 一开始呢你是首先要订好轨道 然后呢是花很大很大的力气 把这个火箭送进轨道 那我认为把他们送进轨道的 让火箭可以自己运行的 基本上呢是在小学毕业以前要完成 因为初中高中的时候 家长的影响力 我觉得会越来越小 因为小孩子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的体会是小孩越小的时候 我们越多花时间 那么小孩长大以后 我们大人也会越来越轻松 那像我小孩子 我儿子进高中的 之前的一个暑假 他就自己买了 如何进哈佛 如何进Yale的书 然后自己一条一条的对照 他在高中的任何一个决定 我完全一点都没有去问过和管过 一切都是他自己搞定的 那我的角色这个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后勤部长 拉拉队长 比如我小孩子说 他觉得他其他方面都可以了 但是他缺一个体育方面的成绩 我说那怎么办呢 都已经进了高中了 怎么去搞一个体育成绩 他就自己想出来去学跆拳道 那我呢 当时就动打听 息打听 然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也很贵啊 陪着他们两个 哥哥和妹妹一起去学了四年的跆拳道 我们都拿到了黑带 然后他又说他缺一个世界记录 那怎么办呢 因为他觉得有一个世界记录 进那些学校 他就有一些优势啊 所以他就自己想出来去学一个魔方 因为魔方也是一个比赛项目 有国际比赛的 他自己买了一些魔方和书 然后呢 他整天的就在那边玩魔方 然后跟我说手痛的不行啊 我说那你歇一歇吧 但是他还是不停 他说他一定要拿到一个世界记录 结果他就像疯了一样 整天的就手不离魔方 最后呢去参加比赛 他当时的成绩啊 就在他的年龄组 进入了全世界前50名的记录 所以我的体会是 小的时候给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 然后他们长大以后 真的会很自觉 自动自发的去做 当然假如现在你的小孩已经很大了 也没关系啊 因为我们家长也是可以通过学习 来更好的帮到我们小孩的 那么下面呢 我就想就以下几个方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做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 每个小孩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孔老夫子说的 英才施教是没错的啊 所以只有适合自己小孩子的 才是最好的 那么我分享的是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的六字真言的 我的秘籍 第二呢 我认为的学情的意义 当然假如你的孩子在学其他的一些 需要天天练的技能 也一样的 不一定仅仅限于学情啊 那么第三点呢 是用放大孩子的优点的方式来开发培养小孩子的积极性 第四点呢 是看到优点好呢 还是盯着缺点好 哪一个效果更好 那么第五呢 如何让我们孩子更聪明 第六呢 是我的一些经验教训 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就先分享一下我的成功秘捷 也就是我总结的六字真言 那么前一个字呢 可能对小小孩多一点 后面的几个字呢 我到现在还在自己身体力行努力的实践啊 那么第一个字呢 是陪 第二个字呢 是两个字 是榜样 第三个呢 是三个字 是设目标 那么先说第一个字是陪 我觉得从零岁到六岁 小孩进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最最重要的是要一直一直的陪着这个小孩 因为小孩他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当你陪着他的时候 你可以每时每刻的影响他的个性 也让他觉得他是被爱着的 这样子呢 他就不会故意的去做一点坏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抱怨 为什么他的小孩老不听话 他说他叫儿子不要做什么 他的儿子就偏偏去做 我立马就问这个朋友 我说你回家以后 有没有一直陪着你儿子 他说我上班的事情都做不完呢 我回家要做上班的事情呢 哪里有时间去陪他 我说那你知道为什么了吗 因为你儿子也希望引起你的注意 所以我以为要让孩子有好的个性 就是要全心全意 一心一意的在他很小的时候 需要陪伴他的时候去陪伴着他 不能好像虽然是跟他在一个同一个房间 就让自己小孩去玩 然后我们大人呢做自己的事 当然我们也必须煮饭 做一些家事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老人来帮我们看小孩 所以我都是要自己做家事 但是这个呢我会跟小孩子说的 我说妈妈现在陪你玩这个游戏 妈妈现在陪你做这个作业 但是妈妈一会儿要去煮饭 那么我会征求他的同意 把他当成一个大孩子去商量 这样子他就会觉得 好 然后但是除此以外 我都会一心一意的陪着他们的 我也会尽量的 就是把一些需要自己做的事 在他们还没起床之前做完 比如我会早晨一早起来 先把菜洗好了 切好了 准备好了 这样呢 他们下午回家 我就可以多陪他们 因为我觉得对小孩子陪着 对小孩子的个性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小孩从来都不会故意的去搞一些什么破坏啊 或者故意的让我生气来引起我的注意 因为他就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必要和动机了 我觉得啊 那么下面两个字呢是榜样 因为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 父母就是他们的榜样 你可以去问任何小孩子 你最崇拜的是谁 他肯定是说 要么说我爸爸 要么说是我妈妈 所以榜样是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父母会骂三字经 这个小孩基本上也是会骂人 父母如果很有教养 那小孩子基本上也会很有教养 父母喜欢看书 小孩子也会看书 父母有爱心 小孩子也会有爱心 所以父母这个榜样 在小孩幼小的心灵当中 是会种下一颗种子的 那么父母很努力 小孩子也会很努力 当然也有父母什么都不管的 小孩子仍然很优秀 但是这是个别现象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种什么瓜德什么果 所以我认为父母的榜样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现在看到很多的父母啊 自己在看手机 小孩呢也在玩手机啊 或者电子产品 我看了真的很心疼 那个小孩子 因为我很担心小孩子长大 这样子长大是很难成才的 不要说就是对他的健康 也是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他的眼睛是很娇嫩的 一直看电子产品 是有很多辐射的 因为我就是搞这个无线通讯的 所以这些辐射是对眼睛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而且也会对他的颈椎伤害 造成很多很多以后的 身体上的健康问题 比如头痛啊什么的 我想如果我们要让小孩成才 就必须要让小孩子 在零岁到六岁 我们还可以控制他的时候 远离这些电子产品 当然我说远离也不是说 一点不能碰 比如现在很多小孩的学习玩具 都是电子产品 没办法 当然可以这样子呢 可以用这些玩具跟他们玩一下 但是我说的远离是指 不要扔给小孩一个手机 或者电子产品 让他自己去一边玩 然后我们家长就可以有一份安静 自己看自己的手机 或者是打电话 或者是搞自己的事情 我就觉得这样子是不太好 第三个字呢 就是设目标 这个设目标呢 一开始是我们给小孩子设目标 比如要去读哈佛 要去读耶鲁 是我小孩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我就给他们设定了这个目标 那后来所有的一切 比如我会在怀孕的时候 就去跟人家去请教 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我觉得小孩零到六岁 对他的个性的培养 对他未来的成功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像我小孩 当时他自己就把如何进哈佛 如何进耶鲁的几十条的条件 requirement都贴在他的床头 他一条一条的去对照去打勾 然后呢 他就学会了设目标 然后立出行动 然后呢去达成他的目标 当然除了希望他们去什么学校 培养他们的个性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当时一直跟两个小孩说的 最多的是 are you doing your best? 那么 我有一次我女儿就 回来跟我说 妈妈 你为什么一直叫我拿A啊 我今天的老师说了 B is very good C is okay 你为什么一定要说 一定要拿A 我就看着他说 我说 那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他说 是A啊 那我说 你没有拿A 你有没有do your best 他就不想了 那么我就觉得就是 一直要让小孩子 就是知道 他需要去do他的best 然后还有一个 我一直跟小孩说的 我就说 is this kind 就是说 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对人家好吗 因为我觉得善良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德 那么第二点呢 我说一下 学情的意义 那我儿子呢 他是四岁不到 开始学小提琴 我女儿呢 也是四岁开始学小提琴 五岁开始学钢琴 一直学到进大学 我儿子好几年都是初中高中 当时的所在的州 新泽西州的州立交响乐团的首席 我女儿的钢琴呢 也获得过很多的奖项 上过卡雷基音乐厅的表演 那么小孩子学琴呢 不仅小孩子辛苦 家长更是极其极其的辛苦 非常的花钱 花时间 花力气 花心情 还要花智慧啊 因为小孩子一开始 就是到后来 也是很难每天去坚持练的 都必须每天要哄着 陪着 要软硬坚持啊 真的非常非常累 一开始他们学琴呢 我只是希望他们有一个才艺 然后对好大学呢 会有额外的帮助 并没有想过 就是学琴 对他们个性的塑造是这么重要啊 那我这里说的是学琴 因为我小孩子是学琴 如果你小孩在学其他的技能 只要这个技能是一直可以 让小孩子不断提升他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都是方向是一样的 那么我相信我两个小孩今天有这么好的成就 同他们小时候学琴也是分不开的 这个呢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也成了我认为小孩子应该学琴 或者学一种技能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不仅仅是为了进好大学 更是为了培养小孩子成功的数字和习惯 那么成功的数字和习惯有哪些呢 可能大家可以罗列很多 但是最起码它需要包括以下几点 我认为这以下几点都可以通过学琴来达到 第一呢就是必须有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 碰到困难呢不退缩不放弃 大家说是不是 那么第二呢必须有全神贯注的注意力 第三呢要有自我约束的能力 第四呢明白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需要坚持和付出 也需要有牺牲 那么别的小朋友可以去玩 他就不能玩 他就必须先练好琴才可以去玩 那么培养他明白要得到什么 必须先学会付出代价 学会放弃 学会delayed satisfaction Dedication, Determination, Discipline 这些几个D是对他的成功 未来的成功是非常重要 也是我认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是要有意识的去培养他们的 那么第五呢 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琴 可以他培养他眼睛啊耳朵 两个手脑子和心的协调性 这对孩子的发育 包括脑子的发育 特别有帮助 一般来说 学琴的小孩子是会更加聪明的 我这里更加的是指小孩自己 当然我相信学琴的小孩 比没学琴的小孩 就是什么也不学的 我刚刚说了 就是你学基建啊 你学武术啦 学体操啦 也都可以 如果有一样这样子的东西 去学的话 培养小孩子的能力 我想这个小孩会比别的小孩更聪明的 我这里更指小孩自己 因为比如这个小孩原先可能聪明是八成 他天生的 那么学了琴以后呢 我觉得可以把他的聪明啊 达到九成啊十成 也就是说 学琴是可以开发之力的 也可以培养小孩的许多好习惯 特别是毅力啊什么的 那么我认为这个 因为学琴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学琴是一个培养孩子非常好的手段 那么其次我一直鼓励我小孩学琴 还有一个原因啊 当其中当初小孩子也想quit 也不想学也很累 我自己也很累啊 但是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说的一句话 让我就觉得我不能放弃 他说他的女儿小学非常好 学琴也学得非常好 但是他初中的时候呢 他就是妈妈爸爸叮得太累了 他女儿就说不想学了 然后呢这个女儿不学琴以后 他突然就有很多的时间 当时90年代的时候嘛 那小孩最喜欢玩的就是去逛墨 去看电影 然后去买好看的衣服 然后呢就在墨里面呢 碰到一些吸毒的大孩子 因为他当时还小嘛 十二三岁 然后最后呢就进了戒毒所 然后大学没考上 所以他跟我说 一定要把小孩子的时间全部填满 不能让他们有空闲的时间 所以我从小就培养他们学琴 不敢让他们放下 我也是希望他们长大了 会一直继续下去 不然他们到了初中很有空啊 很有时间了 初中的功课一点都不难的 当然这是在美国 在中国可能初中的功课也很难 那么他有很多的时间 他很容易学坏 所以我听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害怕 其实培养小孩的过程当中 我也一直都是战战兢兢的 不敢半点马虎 半点松懈 那么第三点呢 我的体会是 要用放大孩子的优点的方式 来培养小孩子的积极性 我们家长是不是都喜欢 小孩子可以自己想要 自己很努力 不要去做一个驴子啊 我们一直在抽鞭子 往前走 好像很累啊 那么如何让孩子有积极性呢 我认为培养一个好的小孩 是离不开好的正确的引导 那么好的正确的引导 是离不开赞美的 我们的小孩子需要赞美 需要鼓励 就是我们成人 也是喜欢听好话的 是不是 所以最最重要的一点 千万千万不要去骂孩子 更不要凶他们 那么如何赞美小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好的方法 和我认为一个不太好的方法 不可取的方法 这里大家可以记一下笔记啊 因为我觉得下面几点是比较实惠的 其实不光对教育小孩会有帮助 对另一半啊 对同时之间相处啊 也会有帮助的 所以去拿好纸和笔啊 那么我先问一下 以下的这个方法 大家觉得好不好 假如这个妈妈一直跟小孩说 宝宝啊你好棒啊 宝宝啊你好聪明 是不是我们家长在小孩很小的时候 常常会去这么说 大家觉得好不好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肯定要比 跟小孩说 你怎么这么笨啊 人家小孩已经会自己吃饭了 人家小孩已经自己会穿衣服了 自己会穿鞋了 你怎么还不会呢 人家小孩考试100分的 这个呢 你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一直去骂他要好得多 我记得有一次 我 我baby sit了一个 10岁左右的小孩嘛 来我家 他妈妈有事出门去了 那我帮他看一下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不小心 把一杯水打翻了 泼在自己的裤子上 我马上安慰他说 没关系没关系 但他立马就哭了 然后说 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怎么这么会闯祸呢 我听了真的很心疼他呀 我相信这一定是他妈妈 平时一直这样子骂他的 你怎么这么笨 你怎么又闯祸了 你怎么这么clancy呀 才会让他有这种本能的反应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轻易的去骂小孩 但是呢 我认为一直夸小孩聪明 我认为也是会害了小孩的 有时候我们以为这是爱孩子 这是给小孩子信心呢 但是有时候 是会害了小孩 比如妈妈夸张的说 宝宝你是最聪明的小孩呀 我认为这个是万万要不得的 因为到了学校呢 万一老师表扬其他的小孩 没有表扬到他 这个小孩呢 他会觉得非常的受到冷落 也会对很多的事物 失去了信心 因为他觉得他不是最聪明的了 没有人喜欢他了 那许多时候我们发现 你叫他做一件事 他不愿意去做 其实不是他不愿意做 是他害怕他做不好 他害怕他做不好了 你会觉得他不够聪明了 所以他宁可不去做 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跟小孩说 宝宝你最聪明 宝宝你好聪明 因为聪明呢 是一个很抽象的词 你表扬他聪明 他没有办法让自己更加聪明 因为这也不是一个可以改善的能力 这不是他自己可以掌控的 他聪明不聪明 不是他可以掌控的 那么我认为表扬的目的是什么 表扬的目的是为了发掘 扩大这个小孩子 我们想要他发掘扩大的能力 比如毅力 比如耐心 比如善良 比如努力 等等这些好的品责 好的能力 是不是我们希望他拥有 因为这是他以后人生可以成功 人生可以更加幸福的 需要的品责和能力 假如我们用赞美去引导他 更好的发展这些品责和能力 那么这些赞美可以帮到他 反过来一个赞美 如果不能帮到他 去发掘他潜力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赞美是无效的 甚至是会害了他的 所以空洞的赞美一个小孩子 你好聪明啊 你好棒啊 会害了他 到了一个更大的环境 没人赞美他的时候 会没有信心 没有自信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赞美 一定要起到挖掘小孩能力的作用 不能给小孩子造成一种虚荣心 或者自以为是的个性 或者是瞧不起别人 哎呀我比你聪明 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大好的 反而害了小孩 因为我们赞美小孩的能力 能力是可以改进 聪明和笨是很抽象 小孩他不知道如何去改进 那我的两个小孩 他们小的时候 我都会陪他们玩puzzle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思考能力 耐心和做得住都非常好的锻炼 因为你读书了你就一定要做得住 定得下心来嘛 所以我觉得玩puzzle是可以很好培养这些小孩能力 一开始呢就是四片 因为他很小嘛 到了八片到了十六片 后来我儿子可以做到几百的 九九九十九片的 有的要做好几天到后来 有的要做一个多星期 那当他们完成了以后呢 他们是很有成就感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培养了他们这些能力 所以假如他们完成一个的时候 我会跟他说 你好会动脑筋啊 这么快就完成了 或者跟他说 你好耐心啊 做了这么久 还在动脑筋 真棒啊 因为我希望他们有耐心 肯动脑筋 所以我就用这些词去赞美他们 那么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就会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如果跟他说你好聪明啊 又完成了这么难的 他就只光骄傲了 下次也不晓得如何去努力 如何进步了 一旦他觉得太难了 他就会放弃 因为他不想让自己显得很笨了 他怕他做不了 所以他就不去尝试了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妈妈呢 一定要当着别人的面前 夸自己的小孩 至少啊 千万不要在别人的面前 说自己小孩的不好 因为我们大人的无意的一句话 真的会伤到小孩的 然后在小孩的一生 都会给小孩的心理造成阴影 让小孩变得很消极啊 我常常听到家长当着小孩的面 跟我诉苦 哎呀 我这孩子太皮了 一点不听话 哎呀 我这孩子真没救了 根本屁股坐不住 这样的小孩以后怎么办呢 然后这个小孩一天都会欺负他妹妹 这样做其实是会让小孩 更皮更坐不住 不会更乖的 所以千万千万要避免打骂 口叫小孩 就是吼小孩 骂小孩 而且不要在小孩的面前 说他的不好 那么以前有句老话 棍棒底下出孝子 没有说过棍棒底下出状元 因为我们希望培养 我们的小孩成为状元 是吧 培养小孩成为更加优秀 是要培养他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 有兴趣去做一件事情 爱思考 那么我认为这些靠打骂 是做不到的 那么如何去帮助小孩 去改正他身上的缺点 那比如这个小孩 有一点点的好 比如他会做家务 但是不那么喜欢读书 成绩不那么理想 假如两个妈妈在讲话 一个妈妈说 你小孩好乖啊 会帮你做家务 这个妈妈很本能的反应 就常常是 他就会做家务而已 读书这么差 没你家的小孩读得好 是不是中国人以为 这是谦虚啊 谦虚是美德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小孩听到妈妈 这样评论自己的时候 她心里的感受吗 假如这个妈妈反过来说 是的 是的 我小孩好乖啊 特别爱给我做家务 还做得有目有样的 那这个小孩听了以后 他不会做家务 更加起劲 那你说 我要怎么让他也爱上学习呢 他光做家务 不爱学习怎么办呢 那我今天教你一招 或许可以帮助你的小孩 爱上学习 首先跟他说 今天妈妈好开心哦 因为隔壁的阿姨表扬你 很会做家务哦 他都看见你了 所以要让他家的小孩跟你学习 妈妈好自豪哦 妈妈为你治好 然后呢 关键的一句就来了啊 你可以加上这么一句 妈妈虽然 妈妈觉得你 虽然目前的读书成绩 还不够理想 但是你这么会做家务 真是妈妈的好帮手啊 你觉得这个小孩听了以后 会不会想 妈妈很喜欢我帮他做家务 我以后要给他多做一点 我虽然读书不好 妈妈也没有骂我 我以后也要好好读书 让妈妈高兴 是不是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他做的很多事都是为了让大人高兴 但是假如你说这么一句话 隔壁阿姨表扬你会做家务了 但是你读书为什么没有人家小孩好呢 假如你是这个小孩 你愿意听哪一句话 你觉得哪一句话可以更加的激励你 会做得更好 是不是前一句 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呢 就是前一句呢 是把缺点放在前面 把优点放在后面 虽然你现在的成绩还不理想 但是刚刚隔壁阿姨表扬你 妈妈觉得你好棒哦 你都不用去提 你成绩要怎么样去提升 小孩停了会自动去努力把书读好的 因为他的小孩子在幼小的心灵 他就是为了让取悦妈妈的 但是后面一句呢 你把优点放在前面 听上去小黑会很不舒服的 好像这个优点已经不是优点 因为你把后面的但是掉了 大家再听一下 虽然你做家务很好 但是你成绩为什么不好呢 小孩会觉得你是在表扬他还是骂他 那我们知道骂人骂他的 他是不会有积极性 他只会有消极性 所以聪明的家长一定要学会用 虽然跟的是不足 但是后面一定要说优点 这个句型可以用在一切的人际关系上 也要教会我们的小孩子去用 让他们以后呢也成为很会沟通的孩子 那么第四点 是 不好意思 那么第四点 是看到优点好呢 还是盯着缺点好 哪一个效果好 一看这个问题 大家肯定会说 当然是看到优点好 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误区 很多家长以为优点已经很好了 何必再去说 说了缺点才可以帮他改进啊 是为了他好呀 我们很多中国家长的习惯思维 就是我说你 我骂你 都是为了你好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我们想一想 假如你的老板 从来不提你这个事情完成的多么漂亮 超额啦 提前啦 完成你的任务啦 他从来都不说 而老是说 你一点点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还会有积极性 在你的工作上 你还会很有积极性吗 那么再想一想 假如一个老婆 老是在骂他的先生 或者一个老公 永远的在骂这个老婆 你怎么这么笨 你做的菜这么难吃 你怎么这么会乱花钱 你觉得这个夫妻 还可不可能很恩爱 那么同样的 我们一直盯着小孩子的缺点 整天就盯着他的缺点 好像他所有其他的优点 都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盯着他的小孩子的缺点 是为了他改进 那么小孩会不会很沮丧啊 很消极啊 他长大 是不是也会不懂得感恩啊 因为你有没有appreciate他呀 因为他也可能 以后长大就不appreciate你 所以他也会觉得 你为他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当我们想着 真正为小孩子好 是让他们开心快乐 是鼓励他们的努力 是不厌其烦的对他们说 妈妈知道你很努力 妈妈很开心 妈妈很感恩老天 给了妈妈这么好 这么乖的一个好孩子啊 这样子小孩子听了 会不会更加的努力 就像你老板一直夸你工作好 你是不是会把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所以我认为 我们做家长的 多关注小孩子的优点 是可以更好的提高小孩的积极性 另外呢 也让小孩子学会互相看对方的优点 小孩子之间难免都是会起争执的 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父母不能去扳演一个法官的角色 不能两人各打五十百 然后觉得我这个家长很公正 或者呢 去包庇一个 去责骂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样子做的父母 往往会给小孩很大的反感 或者是更加的吵闹 更加的不相亲相爱 为什么 你想啊 打了骂了以后 你会起到什么作用 会不会让小孩怪对方 都是你害我爱了一等打 都是你害我爱了一等骂 这样两个小孩的关系 是不是会越来越不好 所以我认为 做法官的父母 是会有永远处理不完的矛盾的 那我当时是怎么做的呢 比如妹妹哭了 来个这样啊 然后呢 我很认同她 然后呢 等她夹完了 大多数的时候 她已经不疼了 也不难受了 就会又高高兴兴的两人一起去玩了 我肯定都不会去提示她 是不是哥哥又欺负你了 妈妈马上去骂哥哥 我觉得这样子做事 很不好是会激化矛盾 因为她不是大事化小 而是把小事化大了 并且假如妹妹一哭 就去把哥哥骂一顿 打一顿 然后骂她 你都比妹妹大了 你要让这个妹妹啊 我认为也是很不好 因为我怕妹妹呢 会越来越霸道 以后也会被宠坏了 所以我都不会去骂 他们任何一个 这样他们 后来也就很少告状 一旦两个人 同时来告状 我就会问他们 刚刚你们那样子 你们认为是kind的吗 因为我一直跟她问她 is this kind 这个是善良的 这样子是对人好吗 然后我有时候让他们 一人拿一张纸 写出在这个事情上 三件对方做的对的事情 然后让他们互相读给对方听 所以他们很少吵架 反而很有爱 很有伤有量的 他们做任何事情 都会很有伤有量 小孩子小的时候 很少给我吵架的麻烦 那么我最近听了一个讲座 我分享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妈妈她用的一个方法 就把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孩子 这个孩子大概已经是初中了 初中了 把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子 变成了一个学霸 她的方法是跟这个小孩 商量玩一个游戏 然后答应她 玩了这个游戏以后 答应她有一个出国旅游的奖励 那么这个游戏呢 是他们每人每天 要写出周围认识的 30个人的优点 每天写一个 然后把这些优点呢 对比自己的缺点 其中10个人呢 20个人是可以是自己喜欢的人 10个人呢 还必须是自己平时不喜欢讨厌的人 一天写一个 然后每天讨论 30天以后呢 这个妈妈就发现 这个小孩突然变得 非常的懂事积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天要写 是不是每天要去思考 要去观察 比如这个小孩以前 很讨厌她的奶奶 她以前也看不起奶奶 觉得她啥也不懂 就会唠叨她 她烦死了 现在呢 要写奶奶的好 她突然就发现 这个奶奶好勤快啊 一直在忙 一直拆擦 这个呢 擦那个给她煮饭 然后她就注意到 家里好干净啊 然后她觉得 她的房间好乱 她一下子觉得 她要改 然后就把自己的房间 整理得很干净 她30天以后 每天观察别人 突然她就学会了 去感恩别人 去学习别人 最后这个妈妈说 一个懂得感 这个妈妈就总结说 她说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会自己积极地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积极地去承担一切的事情 所以这个小孩后来读书非常努力 那么第五点 如何让孩子更加聪明 那么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说 为什么城市的孩子比农村孩子更聪明 读书也学得更快呢 为什么 很多人以为城里的孩子基因好 其实不是的 是因为城里的孩子呢 比农村的孩子要营养更加均衡 因为农村的孩子 一般就是吃自己家里种的菜 所以他的营养就可能只有一种 而城里的孩子呢 他会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城里的孩子营养比较均衡 所以聪明是跟孩子的体质和健康有关的 假如一个孩子体弱多病 他气息不足 他的读书用脑会力不从心的 更不可能集中精力精神几个小时 去把功课做好 然后做功课的时候就很拖拉 磨磨蹭蹭的 很多家长就会骂孩子 你怎么这样子啊 做了这么久还没做好啊 其实这个时候 假如我们家长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呢 我怎么可以去帮助到他呢 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事啊 因为我们跟家长 我们跟孩子 是在同一条战线里面的 战壕里面的战友 我们的目标都是同一个的 他要成为更优秀 我们要帮他成为更优秀 那么我们常常就想 我怎么可以帮到他 为什么他会这样磨磨蹭蹭 那么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给这个孩子增加营养 这个不是因为我今天是营养健康顾问 才这么说 我以前也不是健康顾问 但是我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都给他们额外补充营养的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孩子的小儿科医生说 他建议给我多吃孩子补充点维生素 我说我给他们吃很多啦 我觉得我营养给他们够多啦 我还给他们额外补充吗 他说 这个也不是很必须的 但是你想让他们发育更好 更聪明 你就多给他们补充一些 我一听啊可以更聪明 我就立马就去买了给他们补充 因为我就在找让他们更聪明的方法 特别是他们考试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给他们多补充 什么维生素B啦 鱼油啦 钙啦 多种维砂素啦 肯定都是要给的 因为B组维他命鱼油 都是可以帮助他们抗压的 鱼油还可以补充 因为光吃食物是不够的 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是吧 为什么要粮草先行 粮草先行是可以给这些战士 有力气去打仗的 那我认为我的小孩子 他们都在打仗 小时候就一个比赛 接着一个比赛 我女儿要被很长很长的钢琴取 这个是很难很难 从头到底一个不能错的 真的是很难 那么记忆力不好 思想不集中是做不好的 所以我怎么去帮他 我除了给他营养 除了给他鼓励 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无能为力的 所以我就拼命地给他吃这些 给他吃这些 我认为的补充品 那么有些小孩呢 他有多动症啊 自闭症啊 内向啊 不愿意跟人交流啊 注意力不能集中啊 体弱多病啊 人家没感冒 他就感冒了 那个同他的免疫力 气血缺乏营养 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当然除了营养啊 锻炼啊 睡眠啊 喝水啊 不吃垃圾食品也很重要 在家里呢 尽量不要给小孩吃microwave food 不要给他们吃冷冻的 酥沉的食物 一般来说 盒子里的罐头里面的 看不见食物原先的样子的 我们称之为食品 它不是食物 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 把这些盒子里的罐头里的东西 叫做假食品 叫做fake food 什么是fake food 我们觉得吃饱了 但是我们的细胞没有吃饱 我们的细胞没有吃饱 那脑细胞没有吃饱 是不是脑小孩子的脑 注意力会不好 那么对健康其实是也非常不好 所以一定要吃食物 不要吃食品啊 那么还一定要喝水 尽量的不要喝饮料 我知道有一个小孩 他从来不喝水 因为他的奶奶呢 他就觉得饮料是有营养 喝水呢 没营养 结果这个小孩子 六岁就得了糖尿病 所以一直吃饮料 吃零食 不光对小孩的健康有影响 对治理开发也是很不利的 那么下面我讲最后一点啊 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么我分享出来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点呢 我觉得我非常 那个时候非常的关注我小孩 学习的能力啦 成长个性的方面呢 但是我获利了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他们生活的能力 这个跟我小孩 跟我自己小时候是很有关系 我小时候很小 不得不做家务 冬天上海的水是赤国的寒冷 我那个时候不得不站在一个小板凳上 我还很矮很小啊 但要站在一个小板凳上勾着做水 然后去洗菜啊 淘米啊 那手上生了很多的冻仓 所以我非常痛恨做家务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等我将来有小孩了 我绝对不让他们做家务 所以现在我小孩啊 两个小孩都不会做饭 而且不喜欢做家务 那我两个小孩 基本上天天都在外面吃饭的 其实对他们现在的健康也是不利的 我回想起来 假如我不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我或许会去注意 去培养他们对煮饭的兴趣 这样他们现在的生活能力 也可以更强啊 所以我现在的反省是反省啊 我认为作为妈妈 我不应该因为自己曾经的经历 或者自己的什么样的喜好 去培养影响我的孩子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任何事情 先从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未来来做决定和考量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利他的 利小孩子的培养的方式 那么第二点呢 我在培养我孩子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我小孩进了大学以后 我豁力了跟他们讲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其实小的时候有讲 但是到了一定的关键的时候 要常常像敲木鱼一样啊 要给他敲的 敲警钟 结果我儿子进了耶鲁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他就拿到了一生的C这样的一个成绩 因为他一进去 他就发现啊 怎么全班各个都是全州第一的 全国第一的 他一下子就非常非常的感到有压力 他就觉得自己哇 怎么没人家好呢 加上他那个时候 刚进大学的时候完全没有经验 他选的课也是非常的难 这些都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挫折 还好因为他很有毅力 他一下子就bounce back了 因为他也有很大的willpower 也战胜了这些挫折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 也因为这些挫折在他大学当中遇到的 也让他现在的事业做的风生水起的 也让他现在的事业可以克服一切的挑战 但是当时真的是很心疼他 也非常非常的自责 那么第三点呢 我认为学好中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尽量要跟小孩在家里 讲中文 虽然当时也送他们去中文学校 但是我因为没有在家里跟他们坚持讲中文 所以他们现在的中文也非常不好 那么我觉得这个我都有点 觉得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么因为时间关小 我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 我就讲了一下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经验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要把小孩培养成才 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么我觉得一个方向性的思考是 我们要如何去激发小孩内在的善良 内在的积极性 不去打击他的积极性 我们可以如何有效的帮到他们 如果我们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方向 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思考 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 如何做才是对我们孩子最好的 也会更加珍惜的我们的孩子 去心疼他们 去爱他们 去做他们的拉拉队 那么祝大家在培养小孩的路上 能够顺利和愉快 有一段可以让自己值得骄傲和温信的回忆 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健康愉快的成长 活出他们更精彩的人生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时间和聆听 我把时间交还给无音 好的好的 谢谢您的分享简直太精彩了 我和文静我们都学习了很多 然后已经有朋友呢 在后台发来了很多 好几个朋友发了感谢信 说您讲的分享的例子特别好 很有感触 学到了很多 感谢您 谢谢您 下面呢 我就看就是问题时间吧 让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问一下 然后呢 问题之前 我把我们的介绍一个链接 也发到对话框里头 然后呢 就是一个有的朋友 可能会要想加入群 我们的亲子教育群的群 我需要一下screen 大家有兴趣的扫一下标 而且另外那个 林老师的那个微信呢 有时候有点在宣传单上 有点就是扫描 scan不了 然后我就放到这里 给大家一个屏幕 大家要扫的话 现在可以扫一下 我需要一下screen 可以在这里 大家看得见吗 能看见吗 能看见 能看见 OK OK 这里这里大家扫的 因为那个宣传单上 林老师的微信 好像出现了问题 大家很难扫上 所以大家扫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我们的公众号 这个是公众号 对 然后一个呢 这是我的微信 因为有的妈妈呢 想就是我们的那个群 我们的群已经满了 就是不能 不能就是 就是扫 不能扫这个二维码 所以大家如果想入群的话呢 就是加一下我 加我 大家进群 然后 进群的话呢 有一些福利 有孩子读的书推荐啊 有妈妈读的书推荐 这些 活动 就是展开 我们有活动的话 就是通知一下 可能大家要 更加就是 方便一点吧 大家可以加入 也可以不加入 没有关系 这是林老师的 大家有问题就好 可以就是 也可以单独问 当然现在呢 有问题 现在问也可以 现在是问题时间 大家可以打在 对话框里面 也可以打开你的视频 亲自问林老师 好不好 好 那你给林老师 提一下问题 就是有人在对话框里 已经打了 你可以帮他问 就是帮 OK OK 我来 哦 对 有 一个妈妈问 谢谢林老师 请问加强营养的方式 主要是多吃 吃多元的维生素吗 现在林老师是 健康顾问 她对这方面 就是很了解 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答林老师问 OK 吃多种维生素 是吗 她的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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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看小孩子的情况 小孩子 然后你也可以 这些我认为多种维生素 是必须要吃的 因为多种维生素 是它有几十种在一起 我们在平时的食物当中 是肯定是很单一的 那我也知道 像日本的小孩子 他们每天的蔬菜水果 必须要吃几十种的 那我们中国常常就是 顶多山菜一汤啊 或者什么 你吃的是很单调的 所以很多蔬菜当中 现在也没有这些 矿物质啊 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给它补充一下 是会对小孩有帮助的 哦 是吃 对对对 是有 孩子 小孩子 关于这一点嘛 我们那个 大尔医的时候 有说让我们多吃一些维生素 什么 蔬菜水果要多吃 这边也有很多富恶维他命嘛 如果是孩子的话 是可以买 吃一下 可以下一个问题啊 也是非常感谢林老师啊 然后呢 他想问 林老师您是第一代移民 林老师是八几年移民过来 对不对 和孩子现在的文化价值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呢 而且另外一点 你是如何兼顾事业和孩子的呢 文化价值的差异 两代人之间 第一个第二个呢 兼顾与熊掌 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怎么兼顾呢 慢慢问 那个文化差异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label 是一个就是我们给的贴的标签 其实美国的小孩 培养的主要的是独立性 他在美国长大的嘛 因为老师给他教育的 也都是独立思考 那么中国的小孩呢 中国家长比较希望这个小孩子听家长的话 和什么的 其实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好和对 或者正确错误 就是家里面的一个文化给小孩子 小孩子基本上长大就会这样子 那么事业和教育小孩如何兼顾 我在这个 就是我在小孩刚刚出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要set一个priority 你就是要有一个选择 就是你是选择小孩第一 还是选择事业第一 那么这个选择其实看个人 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没有对与错 那么我当时 当时呢 我是选择小孩第一 所以我当时呢 也放弃了 就是两次晋升的机会啊 那么每次晋升都是有工资加上去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晋升了 做了manager了 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可以陪我的小孩了 我当时我们公司也是非常好 然后基本上我三点小孩放学 我就回家去陪他们了 然后开会的时候 我就有什么开会 我就说我今天不能开会啊 我要回家带小孩 然后呢 等三点到八点 是我陪小孩的时间 八点等他们上床以后 我才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认为 就是我上两个班了 那么我认为自己辛苦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对小孩子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也不是说 就是你选择事业第一 就一定就是不好了 只是我觉得 我们有一个方向 选择以后有一个方向 如何去做 那么是你自己要平衡的 好吧 不晓晓这样回答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好的下一个问题 问题特别多 我再按顺势再念一下吧 第二个就是 再下一个是说 如何让孩子坚实 把琴练下去 因为有时候孩子会 非常厌恶练琴 这个时候怎么办 非常厌恶的时候怎么办 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 我也好几次想要放弃 但是就是因为 我听了我同事这么说嘛 我就不敢放弃 其实在培养小孩子的 这个路上 我常常就会 求老天给我力量 给老天 求老天给我智慧 我们家长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但是你如果你想到小孩子也是很难的 那叫你天天去做一件事 你愿不愿意啊 那么我们用非常理解小孩的心情 去跟他一起去陪着他 比如我小孩练琴的时候 我都会坐在他旁边 特别是他小的时候 一直到他高中的时候 他自己练琴 我就可以自己放手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自己知道 他必须去练琴 小的时候 我都是陪着他们的 我儿子小的时候说 手酸了脚酸了 因为拉小提琴很累嘛 我就去给他按摩啊 然后反正你就是一直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 不要陪着 没有 要陪着对吧 还是要附着 要陪着 就是你不能跟他说 现在你自己去练琴了 然后你在旁边看手机啦 玩啦 他就觉得你为什么在玩我 为什么要练琴 你就跟他同甘共苦 让他有一种认同感 对对对 好好的下一个问题啊 下一个又是感谢您的 受益匪浅 另外呢 妈妈的工作成就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呢 我觉得比较大 您这么厉害啊 我觉得有点有点大 其实也不是妈妈的成就影响了小孩 是小孩看着妈妈在努力 他也会觉得他应该去努力 我就一直跟他们说 你要do your best 那么你自己没在do best 每天懒懒散散的 他就觉得 为什么他要去do他的best 所以我觉得 并不是说我的成就怎么样 我小孩从来不知道 我有多少专利的 直到他们后来进了大学以后 我给他们看我的履历 他们才知道 没有跟他们说过这个事情 榜样的力量吧 您平时做的好对吧 跟工作没有太大关系 只是您的态度 您的态度 对对对 太努力了 努力的样子 可能孩子也就会像妈妈一样吧 好的下一个问题 如果问题有点多 我也赶紧念 林老师 请问跟老公带娃的方式不太统一 又不能沟通啊 这样会伤害小孩吗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要先跟老公沟通好 不然的话 上次文静也这么问我 特别是如果是 中国的太太 就很想要小孩学这学那 外国的老公常常都学 我们都是这样自己长大的 不要学这个学那 那你就事先要跟老公 同意好的思想 还要同意战线吧 要不有时候你要discipline 你要做一些规矩 立规矩都立不成 如果不统一的话 对你要跟他沟通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然后让他认同 你为什么这么做的目的 那么两个取一个折衷 他也有他的目的 他认为小孩子 就要自由自在的 不能限制他 是是是 是好可以 找一个折衷的方法 相互让一步吧 这样你不就是 互惠互利合作吗 你让一步我让一步 双方达到一定的满足程度 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是你跟他讲的 你的理念是要让小孩子 成为一个更好的他自己 那么他如果认同这个理念 你就跟他说 我认为做这个一二三 是会让小孩成为他更好的自己 那么他认为他做三四五六 也可以让小孩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么目的就是为了 让小孩子 发挥他的潜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可以下一个问题 请问林老师 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是怎么安排课语时间的 我那个时候就是看到什么好的都带他们去 先去参加活动吧 反正小孩小的时候 这个功课 特别在美国根本就没功课的 所以就带他们去参加各种活动啊 玩啊什么 反正报纸 一天让我看报纸啊 报纸上有什么活动吗 然后带他们去玩 就是跟他们说啊 这个明天可以去这个地方玩 今天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然后让他们也有一种期待嘛 他们就会觉得你不是整天的 逼他们在做功课 OKOK 那还有问题啊 请问老师学情是不是要花很多 预算要花很多钱 在美国应该很贵吧 我那时候要六十块钱一个小时 可能现在更贵了 现在七十 现在七八十 对对对 现在七十五到八十一小时 对对 很贵的 对 很贵的 就像读好大学也是很贵的 但是这个孩子你要不要去做 也是你要跟老公商量好的 我听到一个哈佛的爸爸说 就是他的儿子上的哈佛 然后我又一次跟他聊天 我说那你这么优秀 把儿子培养到哈佛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如果想要你孩子很优秀的话 两件事必须做好 第一 大量大量大量的爱 前期的爱 第二 后期大量大量的钱 哈哈哈哈 是是是啊 真理这是真理 这是真理 对对对 他就说了 这样一句话 哎呀我就心想 如果没有钱 就把第一条做好吧 哈哈哈哈 对呀 咱们普通人在这个学这些乐器还是太贵了 就是咱们只能给的就是只能爱吧 大量的爱给孩子 给孩子多点看书也很重要 多看书 特别是名人传记啊什么的 让小孩子学会看书 也是挺好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林老师在讲的时候说了 嗯那个学琴是一个练很好 就是品质的好的方法 如果你家孩子还有其他的方式 那也可以 不是不是只有琴这一种方法 就是孩子的特征 是那吴云在念下面的 啊啊 请问啊 这一个学区啊 上面还有一个学情过程中 比如说孩子某天就不愿意学三十分钟啊 你是通过 通过Timeout的方式啊 让他继续练习吗 还是别的方法 你不要惩罚小孩子啊 就是 刚刚其实林老师已经讲得很 对 就是跟他沟通 你是不是觉得很累啊 你 当然小孩子一开始 他是 你要先 也是要 要想 问他 你喜欢不喜欢 你要不要 嗯 小孩子其实 就是他自己知道他要不要 他如果不要 你可以问他 你是不是喜欢画画啦 你是不是喜欢武术啦 那个小的时候 多带他去尝试一些别的运动啊 什么的 只要你认为 这个是可以培养他 这一系列的个性方面的 因为我们培养 现在我明白 当时我只是为了他有一个技能 嗯 那么我小孩我记得 嗯 他六岁的时候跟一个中央乐团的老师去学情 我那时候就跟他说这是妈妈可以 这是最好最好的老师 但这个老师呢非常非常的严格 一上课就会很很厉害的凶他 那我那时候呢也觉得是不是对小孩压力太大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会不会觉得这老师很凶 他说是 我说那你有没有害怕 他说是 我说 然后他说妈妈你有没有害怕 我说妈妈也怕怕 然后他 他就 他就不想了 我说如果你觉得很害怕的话 妈妈给你换一个老师要不要 他想了一下 他说妈妈你已经说了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师 我一定要跟这最好的老师学 我会努力的 让他不会凶我 这样妈妈就不会怕怕了 所以我当时一听就非常的感动 这个小孩子就是为了让妈妈不要害怕 他会很努力 他说我很努力 我做得很好 老师就不凶我了 结果他就自己会很努力 就你用他商量的语气去跟他讲 他很明白的 就是五岁六岁的小孩 他是懂事的 不是不懂事 你不要去抢家 这个老师就是最好的 你就要跟他去学 那么他就没有自己想要去学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力了 我是这样想的 供你一个参考 好的好的 那下一个是 请问连老师在给小孩挑学校的时候 有私立和公立学校的建议吗 还有怎样让小孩坚持阅读呢 两个问题 一个选学校 另外一个阅读 阅读 阅读你肯定先要让他有兴趣 你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所以一开始 他小孩子阅读你都是跟他 当然他屁股坐不坐 小的时候可能只有三分钟五分钟 你就觉得这个书里面是好好玩的事情 这个故事好好玩 你让他自己有兴趣 那么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 我儿子当时也是拿了全额的奖学金 还有生活费 是一个州立大学的 但是这个Yale是没有任何一分钱的 他就想要去Yale 他问我可不可去Yale 我肯定就说 妈妈炸锅卖铁都是让你去上Yale 后来我们把房子卖掉 给他付学费 为什么我认为 这些好的大学 会比普通的大学更好 当时我们同事之间 也有很多争论 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实惠的 他说你这个20万块钱 你省下来了 给孩子以后买个房子 做down payment 他以后生活就会很easy了 但是我当时后来的考量就是 我认为他要去跟 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然后我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 不要说社会的栋梁嘛 就是能够有一些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吧 所以我认为去这些学校是可以帮助到他的 那么后来我也真的是发现 去那些好的学校对小孩子是非常非常有一个正面的 就像我们的手机啊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手机硬壳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的software不好 software不去升级 你这个硬壳再好 你这个小孩再聪明 你这个思维方法不好 你那个小孩 你这个手机是不是也是就光有一个硬壳 没什么好的东西 那么去这些好的学校 他们这些学校的师资力量 我们不是说要去学知识 我们是去学能力的 我一直就觉得小孩最重要的 你是培养他的能力 那么思维思考的能力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小孩未来的人生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那么在这些好的大学 他们常常都可以请到世界的名人 就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无论在任何什么艺术啦 什么公司啦 企业啦 任何一些什么opera winfrey啦 经常会到这些好的大学去做讲座 那么这些人 那我那时候看我小孩子的那个schedule 他这个schedule就是排满了去这些讲座的时间 有的都重叠的 他说我不知道去哪一个好 每个都好 那么这些名人 他们为什么成功 他们会去分享 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世界 他们认为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是什么 那么在这些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四年当中 他就非常好的吸收了 这些成功人士给他的洗脑 是吧 我们家长能够做的 就是把他们送进轨道 但是他们还要一直upgrade 他们的software 他们要去被洗脑的 也是就是说 洗脑了以后才可以让自己更聪明 更成功 所以我认为去这些好的大学呢 就是机会更多 去普通大学 一般大学 他们没有资金去请到这些非常成功的人士 去给他们学校做讲座 那个林老师 他刚刚说 他说没有表达清楚 他问的是小学初中的私立跟公立 您是怎么看待的 小学初中的 我那个时候小孩子都是进的公立学校 没有给他们送私立学校 但是我知道现在后来我的同事 基本上在他们初中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私立学校 因为他们认为去私立学校进这些好的大学的机会更多 那么你自己要去考量 然后你要到这个私立学校 你认为这个私立学校 你想要去送小孩子去的 你要去跟这个principal啊 或者那些老师去谈 然后你看这个老师 是不是这些学校的理念 是不是符合你的理念 好吧 并不是说去公立学校 小孩就不一定可以去好大学 我小孩子其实都是去的公立学校 但是现在我知道竞争更加激烈 是 现在其实带小孩的挑战 比我那个时候要多的多了 所以我还是很庆幸 我那个时候还比较容易 我知道现在妈妈父母真的不容易 另外一个家长问 她说请问林老师 是不是前妻让孩子上各种兴趣班 在其中筛选出孩子比较感兴趣的特长 还是家长给孩子挑选 我觉得都可以啊 我那个时候也是带小孩子去各种兴趣班的 什么踢足球啦 什么游泳啦 什么下围棋啦 反正也有各种各样的让他们去做 但是我觉得只有学情 当时我觉得只有学情是可以 因为一方面也是我当时找到了 那个中央乐团的老师 因为这个其实跟老师也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我两个小孩 我老师都说没有音乐天分的 但是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才 让他们这样子 我觉得很大一方面也是老师的功劳 那么你如果找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这个对小孩的塑造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小孩子的兴趣是培养的 并不是说比如有的小孩会画画 他画得很好 这是他的天分 但是我们家长这个时候 如果看到他数学不好了 跟他说啊你怎么数学学不好 你就光会画画 那么我们家长无意识的就给小孩框住了 这个小孩就会觉得我就只有画画好 我数学不好 所以我们家长很多的时候言行 是要以致以利他利小孩子的思维 因为他画画 你肯定觉得他光会画画不行吗 你肯定要培养他对数学的兴趣吗 所以你说的时候 我们说话的时候会给小孩子一个限制的 但是我们说另外一种方法 用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培养小孩子 对这件事情的兴趣的 因为小孩子其实很小的时候 家长是有巨大巨大的power 去影响这个小孩子的 我认为啊 我觉得小孩子每个小孩子 都不是天生的只会画画 不会数学 或者只会数学语文就不好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家长 无意识的影响到他了 然后他自己呢就框住了自己 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相信 这个小孩子的潜力是无限的 他数学好 不是他 不一定就是他英文不好了 或者他英文好就不会 所以不一定是他数学不好了 不是大脑右脑的 不是左脑右脑的关系 是我们家长影响他的关系 接着文静你接着念 下一个问题是他说 林老师如果孩子喜欢的课外活动 比如游泳或者弹琴 是缺乏每天的动力如何激励他 那他可能真不喜欢游泳啊 你为什么要让他去游泳 那或者是他很累 游泳是非常非常累 你如果小孩去游泳 你要给他大量的补充一些营养 让他多吃蛋白质啦 多吃多种维他命啦 小孩很多的时候 无精打采的 或者是没有力气了 你一定要让他多休息啊 多补充营养 反正你要看调节 因为大人其实可以看得更广的是吧 大人知道这个小孩缺什么 你要去给他补什么 另外一个是说 老师之前讲座中说 软硬兼湿的办法 请问硬具体哪些方法呢 真的是软硬兼湿啊 然后要跟小孩子 软硬兼湿就是说 我不让你玩这个啦 我不让你玩那个啦 当时也是很有压力 其实这个方法都是在摸索当中的 摸索当中的 那我女儿不学情 我也打过她的 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现在回想起来 不是很好的方法 千万千万不要打小孩子 也不要骂孩子 所以我 我觉得 哥哥是很乖很乖的 我说 练青时间到了 哥哥嘛 他就去练了 妹妹呢 就在那边磨蹭磨蹭 我就会对他声音 声音会加大一点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好的 但是也是把他 就是有的小孩子 是需要一点push的 你就是要push他 但方法要适度 不要那个 过于 对对对 你要适度 然后一旦他进了这个轨道 他后来出成绩了嘛 他就很会自己去学了 他出成绩了 然后老师说 你要去这个比赛 你要大那个比赛 那他就会很认真的去练了 所以你要先要在特别小的时候 要让他有成就感 然后让他出成绩 然后跟老师配合 这很关键的 另外一个问的有一些 有一个 好像是个人的问题 他说请问大学学费 为什么没有考虑让小孩贷款 那是美国父母贷款 对对对 所以这个好像是中西方的这个思想 那老师您是怎么 就是当时怎么考虑的 没有贷款 是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是借贷款读书的 然后还了大概三年 我觉得还了很累 我不想让我的小孩子有这样子的负担 所以我就不想让他们贷款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如果我能够做到的 我认为我可以做到的 我一定要去做到 就是尽自己最大的 do my best 去帮助到他 那如果实在没办法让他贷款 当然也是没 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是吧 但是我不想让小孩有过多的压力 刚刚那个 刚刚我想说一下那个 问那个阮音坚士的朋友 我觉得他听得好认真 把一个词都听进去 谢谢你听得这么认真 谢谢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老师在教育孩子过程中 会 过程中 是如何跟 如何这是什么 说更加加强孩子 STEM education吗 就是 对 那个理工科类的 STEM education 对 理工科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请在 请问在小孩教育过程中 您和先生各自负责哪些呢 就是一个是孩子的科学 教育的方面是怎么加强的 然后还有一个跟老公的分工 又是如何的 其实 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跟他说 你理工科一定要好 我从来都没有刻意的去培养他 正为一个理工科的人 什么数学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语文就不需要了 我没有 那就是小学的时候 他的成绩是很全面的 两个小孩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们就要做一些 每天必须要做的任务 他们这些 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 其实我儿子到了大学 他都一直没有declare major 他就一直觉得这也好 那也好 他都很想学 我觉得就是培养小孩很 学习的欲望 你不要刻意的去给小孩 订一个 你理工科必须好 其他可以放弃 我觉得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这是我的经验 那么还有跟老公的分工 其实没什么分工啊 我觉得 我不晓得这个老公分工 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一个管小孩的吃住 一个管小孩的学习 还是 对对对 负责 各自负责的 对小孩负责的 有哪些方面 协调看孩子吧 我觉得就是 对啊 没有 就是 就是 我不晓得怎么分工 我没有什么分工 我没有什么 国内的 国内的 国内的我知道的 就是很常见的就是 妈妈管孩子的辅导呀 学习呀 老公去外面挣钱呀 等等等等 这是国内的 那那那 反正你就是要把小孩 一切就是为了小孩子 这个目的设置好 林老师的意思就是 老公和自己都要把 以小孩的利益为主来去做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老公 爸爸一定要抽时间陪小孩子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大人抽时间陪小孩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爸爸在忙 他要抽时间给小孩子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 这个爸爸有大概七八个小孩 很多小孩自己也很忙 但是他会给小孩做一个schedule 就是说每一个礼拜 跟一个小孩单独的吃饭 单独的玩 然后小孩大了可以 这个小孩定 今天要去看电影 今天要去吃饭 今天要玩打球 今天去看球赛 随便这个小孩 就是这一个小孩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是这个小孩的时间 就是爸爸拿出这个时间 全心全意陪这个小孩 我觉得大人全心全意的 去倾听小孩 去陪小孩 对小孩的成长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好像还有四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回答完 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如果还有问题 加林老师的微信 然后再跟他继续聊 我看有两个朋友举手的 咱们让他问一下 好不好 一个是雷亚 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问一下林老师吗 我看一直在举手 好 谢谢 谢谢您 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我打字不太方便 用工作电脑 没有那个中文输入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地点对于这个 对于进哈佛月路 有没有帮助 比如说生活在 Boston 纽约这种大城市 还有生活在 偏僻一点的 这个 比如说一些中西部 有没有区别 没有 没有区别 因为我儿子 那时候还说 为什么我没有住在 Texas 如果我 就是Cansas 这些偏僻的地方 他说 如果我在那个地方 我可以全周第一了 所以我觉得地点 是没有关系的 OK 那雷亚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老师 还有谁 刚刚有人在举手 问问题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我看没有找到他呀 你好 是我一开始那会儿问的 但是那个问题 后来 你说来应该有别的妈妈 也问了 就是关于平衡自己的工作 和培养小孩的 后来有别的妈妈问 老师也不想了 所以我没有别的问题 谢谢 好 那另外 后面两个问题是 林老师有培养孩子 体育方面的兴趣爱好吗 体育类似乎在美国 非常被看重 社交什么的 这些 就是培养孩子体育方面的兴趣爱好 美国非常重视 不知道林老师有没有 喂 好像手机 但是我可以帮助 我可以帮助你